宝宝,出来吃东西了 来,出来吃点东西 来,快出来 看把宝宝给吓了 出来吧,慢慢的出来 来,抱一下 大家好,我是老吴 这只狗狗就是昨天我从狗游车上面救过来那只狗狗 你看那是啥,鸡肝 这是好新人买的鸡肝 你看那啥,宝宝 哦,你要吃狗粮吗 他肯定是文件 哇,别急啊 好了,吃吧 吃完,等一下再吃点狗粮 哦,给家人们看一下 你看很快就完了 玩了点渣渣渣 我给你放这里 宝宝,把狗粮也吃掉啊 来 吃完狗粮,等一下喝一下水啊,来 这狗狗聪明的很 他也吃鸡肝了 这个狗粮都不愿意吃了 不吃到喝点水啊 哎 在里面有水 喝点水呢 喝点水不要怕 水也不喝嘛 哦,把这个水啊 给它放到笼子里 宝宝 来,让我抱一下啊 不要怕了啊 别人不要你啊,我要你 以后啊,你就有家了 知道不 抱抱宝宝 哎,嘿嘿嘿 现在的人啊,没法说 这只狗狗啊 我今天早上还特意撑了一下 才五斤八两 大家想一下,都要吃狗肉 太寒心了 我呀,就看不见 这样可怜的狗狗 看见这样可怜的狗狗啊 我就想把它们带回来 以后啊,再遇见这种情况 我还会把它们带回来 狗狗,我现在把你放笼子里啊 不要紧张了 它很紧张 好了,好了,回笼子里啊 我把这个狗粮啊 也给你放这里啊 饿了就吃 好了,家伙们 本期视频啊,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然后我感谢大家对毛孩子的关心 我们下期再见